但是你說狂行政其實是同樣一樣的 它招育期間其實是因為定價問題 其實定價開出來說不高於33% 其實有少少嚇襯 是的 比市場 搞得美股在做是比較折扬很多 人們會這樣想 所以其實招育反應不太好 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開出來其實近期就做好一點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 因為我們剛剛過去的清明 還有接下來會開始到五一黃金手 也有一些行業的數據出現 在五一黃金州相關的票務訂購 或者一些酒店的預售 其實都不錯 再說上一些清明節的話 其實葵成都本身都公佈了 其實它在期間裏面一些 車票或者票務的訂購量 大幅反彈 反彈期2020年 但是它在說這個水平 跟2019年更加都有增長 所以其實內地的所謂報復性的需求 好像很大 有意報仇 所以這幾方面的需息都對葵成 有些推升作用 所以其實還有現在 尤其是開出來的定價 比股來說相對沒那麼嚇傷 都相當之審慎 亦都給一些水位投資者 所以因為之前可能招股沒有抽到的 可能今天都會考慮 所以可能會對今天的開市 或者今天的表現都已經有一點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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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你下旁邊的 有意見 請問一下 沒有 請問一下 有意見 有意見